歡迎來碟廁的主角由洪卓 多多支持… 謝謝 多多指教… 我想說一個很難的笑話 幸好你不是姓郭 赤立郭 你真的冷得我要笑幾聲 洪卓 別跑小,碟廁就出來了 自己有否支持自己,先回去買一隻 我第一天去了一間CTV店 買了第一隻碟廁 誰教你?這一招很藝人 因為是一個唱歌的老前輩 告訴我,如果第一時間去買這隻碟 就會帶來很好的東西 沒錯,是意頭的東西 很意頭 不過說實話,你看到包裝 裡面的歌曲或整個感覺 都很像你的真人 害怕、臭臭、絲絲紋紋 其實洪卓立是否上小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 其實我中四時也參加過歌唱比賽 但因為當時太緊張 而且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每位同學都看著觀眾 我看著牆壁唱 最後就進不了決賽 那是應該的 不過看到已經開始有進步了 你看到嗎 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當時你參加新秀的初賽 就是出面試的時候 再踩半隻腳入學壇 已經看到 這麼驚嚇 能不能出界嗎 頭髮又撞高了一點 對 最重要呢 這個時候我們反對他唱歌 因為想他專心讀書 我會的 還有他拍拍照 經常… 我不回來吃 經常臉紅像媽媽 唱唱很開放的 你臉紅像媽媽 媽媽也肯上輪你說話 不過泰文也有故事,對吧 所以我們要邀請紅媽媽進來 其實不是的 我想說說的是甚麼 他好像當初是不要贊同你進這行 是否有這樣的詞 其實當時全家都不贊成 因為擔心我小時候被騙你 擔心甚麼都不適合被偏向 這行好像有我們這些懷孕 看你對著唱歌,我會害怕 我也相信當時你會這樣想 但現在整家人都支持 因為看到我做得很開心 興趣變成工作其實很難 其實越來越紅的話 看到那麼多粉絲尖叫 你媽媽也很誇張 會因為,會煮湯 等你回家吧 對 不過話說回來 正式有家人鼓勵,亦支持 你就踏入錄音室錄碟 第一次錄歌時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第一次進去錄歌時 是很慘痛的經歷 因為自己不知道 錄音室裡面的布置或怎樣 然後進去看了一塊玻璃 然後自己赤裸裸地對著監製唱歌 當時很不習慣和很害怕 所以那一天是一句都錄不到 但我知道你這次錄音 監製有書文和徐雞忠 那你錄第一首歌 愛沒膽的時候是誰幫你 第一首歌是… 差點說錯了,徐雞忠 徐雞忠的 是 不過聽說錄就錄完 正式被人流出市面時 你自己試過在哪個公眾地方 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這種感覺不錯 我第一次在一間同學玩的店舖 跟同事在一起 那時候我記得我發瘋了 因為聽到收音機 別吵… 播放我的歌,別吵著 等等,站著然後不動 而且床子的店舖是特別有意思的 以後走過也會先看看 第一次 其實好歌不單是愛沒膽 另外聽說你也有新嘗試 其實自己覺得挺大的挑戰 因為是一首叫畢業廖媽的歌 是一首英倫式的歌曲 其實做唱片或選擇歌時 也不會想到自己可以唱到這些歌曲 錄的時候也很害怕 怕錄出來會很難聽 甚至不放在那首歌上 但托賴的成績或歌曲 聽出來也是正常的 除此之外,一定要說 整個製作過程已經完成了 最喜歡的一首歌是哪首歌 《苦行僧》 原因 因為覺得…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會否覺得這首歌很普通 甚至很難聽或很好聽 我自己聽完之後 就覺得比預期中好很多 但其實這首歌曲 除了好聽之外 當然也有上片,對吧 你也好像遠赴了去哪裡拍照 日本的金站 日本,這麼好看的照片 一定要看看 但原來是陽花 其實那裡是暖嗎 那裡只有三度 我的天啊 拍攝過程也是這樣的 你知道藝人 夏天拍古裝 冬天你要穿比堅 我現在感受到 就是這些,對吧 有甚麼難忘的經歷 拍攝音樂時,我哭 因為可能自己太投入 一邊聽著歌曲,忍著就哭了 如果你也希望有機會 可以聽到洪卓立的歌 到他的親筆簽名CD 那就要聽著了 因為是時候 就讓Ken親自問我們今天 這個有獎遊戲的問題 對 到底我這首歌曲中 我最喜歡的是甚麼歌曲 01,愛無膽 02,畢業了媽 03,苦行爭 我不是很聽得清楚 03是甚麼 苦行爭 好,很簡單 只要參加我們的GIV就可以了 發給我們香港活動專線 508822 記住編碼是360就可以了 如果你答應又被抽中 就可以得到 沒錯,節子時間 明天中午12時 大家快點來吧 今天要請你出去唱苦行爭 是 而且是一個Nine Mix 因為雖然有Dame Night Mix Nine Mix是你最喜歡的,對吧 是 好,交給你了 好 看不清楚 字幕-Mu搭輪 這首歌曲 - 表明是ない 就是我一首歌曲 -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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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錯你的戀人 不如被你賊 情願你走行 而瞭相別人 月台前熱吻 不須沉淋傷心 只需記得愛情 使你多興奮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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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遂旁人悲魔 只需記得我們 彼此吸引 謝謝Kenc 當然要感謝今晚的其他嘉賓 包括張藝聰、關採耀和九子 當然也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星期三晚的激我金曲 也是升級暑期班 這次厲害了 為甚麼?Hip-hop的一代中斯 HIKING就進來教教林俊傑、許智安 以及側田怎麼跳HIP HOP 講到HIP HOP這件事 有件事叫LOKING 是嗎?樽奇聰 示範一下,好嗎? 很厲害 沒錯,這件事是LOKING LOKING的原創人叫Tony Gogo 也遠遠從美國西岸那邊 來到香港教大家去LOKING LOKING完之後要學rapping 因為農夫將會教大家 如何以rapping的形式 在未來的優秀選第二回合中 就可以慢慢投票 關心完還會教大家日文 這麼精彩的節目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 一定要留意 最重要當然下星期 繼續收看我們三不六十道 音樂無邊 好了,今天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我們又在聲聲伯伯持久 拜拜